我覺得它的麵條非常非常的Q 然後很香 肉燥也非常非常好吃 很好吃 它豬肉很好吃耶 對啊 它豬肉都是瘦肉 外面那個皮也是蠻Q的 它的醬也好好吃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高雄 沒錯 就是美食很多的高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要來吃爆高雄 我已經上網查了非常多網友推薦 以及問我的高雄在地的朋友 他們也給我推薦了非常多家很厲害的 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期待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 那我這次還特別用Sony的TV1 來記錄我的高雄美食之旅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的 來到第一家叫做紅鼻子 也是我朋友就是強力推薦喔 他說他就是每天呢 會外帶兩份回家 大家看起來是蠻好吃的啦 立馬來吃一口 我點的是那個 腱子肉 就是瘦肉的部分 很好吃耶 很夠的味 這一家呢 就是可以調骨味 肥瘦 就是可以選擇 像我就是挑瘦的 吃吃看 其實帶肥瘦比較好吃耶 就是上面有一點點 比較香 對對對 所以你如果是敢吃肥的 一定要點那個腿褲 然後呢 它裡面除了滿滿的肉之外呢 還有這個 油豆腐 然後 鱸肝 跟這個 乳蛋 最愛的乳蛋 那我這次呢 特別用這台相機紀錄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是 產品展示功能 可以快速的在臉部跟產品間 轉換對焦 一鍵就可以完成 就是非常非常快速 不用在伸之前的網美手 我覺得非常方便 就不管你在上次分享一些 像食物啊 或是拍箱啊 需要靠近鏡頭展示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而且它對焦速度變換的真的非常快 你看 超奇怪 我完全就是不用在伸什麼網美手 而且 對焦的畫面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我很喜歡 好的 第二家呢 就是飲料了 叫做蒸香凝茶 就是剛剛拍非常非常多人 推薦的好像是說 珍珠非常的好吃 我現在來喝喝看 它珍珠很甜 然後是那種比較軟的 不是Q的 是可愛的 不是軟爛就是很像蒟蒻的感覺 我已經微糖了 但它還是蠻甜的 這種口感的珍珠 在北部或是一些連鎖的飲料店 都很少見耶 口感到底什麼 很像馬鼠對不對 對 我選的是奶精的 有人跟我一樣比較喜歡奶精奶茶嗎 好的 再來第三家這個 在旱來的一樓大廳的甜點店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的甜點 意外的蠻便宜的耶 比外面的咖啡廳還便宜 它推薦的是那個 泡芙 泡芙 喔 泡芙 泡芙 喔它裡面是 卡士達 喔 它只要30塊 對 它只要30塊超級便宜 很濃郁耶 然後它泡芙是比較傳統的那種 不算脆皮的 卡士達真的很香濃耶 我朋友在後面很想吃 如果你是愛那種奶香味很重的 會很喜歡 而且我們現在坐在那個 港口邊吃 超級 秋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現在有開個功能叫做 一鍵緊身 只要按一個鍵呢 就會瞬間緊身 然後剛經過的路人其實都是還蠻模糊的 看不太清楚他們的臉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每次拍這種Vlog 或是在外面拍攝的時候 一定難免會不小心拍到路人 可是如果你要一個一個去馬賽克的話 真的蠻麻煩的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功能蠻好的 除了凸顯自己本體 你想拍攝的東西之外呢 後面的東西也都會模糊掉 就不會拍到路人的臉 或是一些比較紮亂的背景 又完全不會 而且我覺得這台緊身做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一定有到專業相機的那種感覺 非常非常喜歡 各位我剛剛發現 你看 超好吃 真的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這味道好像可以耶 它裡面那個皮超脆 然後又很紮實 裡面的乳肉又不會太甜 真的好好吃 大家看 皮見緊身 看不到別人 好的 我們終於吃到了第一家 這個在三明市場的燒麻雞 老實說我沒有吃過燒麻雞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真的蠻多人的推薦 不管在IG或是Youtube上面 都有非常多人的推薦 燒麻雞 好燙喔 也是很古臟味耶 我想到說好吃很多 就是偶爾會想來吃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芝麻比較好吃耶 芝麻好像吃蠻多的 所以如果是喜歡吃麻雞 或是喜歡吃甜食 或是古臟味的 應該會蠻喜歡的 然後啊 因為這邊是市場裡面 其實還蠻吵雜的 但是我覺得 大家應該還可以蠻清楚 聽到我講話的聲音吧 因為這一台 Sony之外 就是收音功能 非常非常的好 不用另外再外接麥克風 它那一件呢 就非常強大的三組麥克風 直接幫你收音 收到很好 就是他們在收音這部分 也做得蠻OK的 第六 再來吃這個乾意麵 聽說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吃乾麵 好香喔 我覺得它的麵條 非常非常的Q 然後很香 肉燥也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這一碗才45塊 還蠻便宜的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我剛剛吃那麼多 現在還是可以 一個人吃完這一碗 不是一吃就很驚豔的那一種 是可以天天吃的那一種 好的 那在吃下一家之前呢 要跟你們分享這台 ZV-1的 Steady Shop功能 也就是穩定啦 通常大家手持呢 會比較容易晃到啊 或怎麼樣 但這台呢 因為有那個功能 所以呢整個畫面呈現呢 會比較穩定 然後就不會有晃來晃去的感覺 有開跟沒開大家應該會明顯的感受到吧 一個就是非常穩定 一個呢就是有點搖晃的感覺 那我覺得呢 畫面的穩定是可以提升影片質感的喔 好 那我們就趕快繼續大吃高雄吧 好的 現在要來吃第七家 廖家 黑仁 哇 看起來有夠好吃耶 這個堆膠真的很強耶 超快速的 超快速的 嗯 它外面是脆的 然後有炭烤的香氣 它黑仁是屬於比較紮實的 不是那種酷酷的 是紮實的 香腸的 它香腸好像就有點還好 它香腸就是比較鬆散一點 有點鹹 可點可不點 但黑仁真的還不錯 好的第八家 這是我朋友強力推薦 真的它推到不行 然後他說什麼 就是很多人會來這邊帶回去 有點伴手禮的感覺 然後一走到店裡 就發現它外面就寫 高雄伴手禮第一名 感覺愛麵包的人應該會蠻喜歡的 我們買的是原味 那時候好像沒有看到其他口味了對不對 有 它有起司的 還有其他 但通常原味最多的 蠻香的 它那個奶油的味道 不知道吃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 大概65 算便宜 就是該鬆軟的地方是鬆軟的這樣 可買可不買 但麵包很好帶回去啦 因為麵包你放個一兩天 都還不會拍掉 也不會變直熟 高鐵蛋可以買 高鐵蛋可以買嗎 我不會買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不知道第幾家 這一家就是賣肉圓米糕 而且我發現高雄很多這種就是沒有名字的 就是直接叫肉圓 或是直接叫米糕 或是直接叫一個控肉飯這樣 就是沒有一個名字 看起來很好吃耶 很好吃它豬肉很好吃耶 對啊 它豬肉都是瘦肉 外面那個皮也是蠻Q的 它的醬也好好吃喔 而且這一粒十三元 它其實蠻大粒的 可以一個人吃四顆耶 我來吃吃看米糕 給它看一下 嗯 非常夠味 我剛剛已經超飽 但我現在還是覺得這一碗很好吃 這家要變第一名的耶 怎麼辦啊 這家非常夠味 好的 我們又來吃啦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家了 這叫鴨肉飲麵 吃一下鴨肉 為什麼高雄鴨肉那麼紅啊 身為高雄人你不知道 中立的牛肉麵為什麼會很紅 我剛剛還不知道 而且它小碗就好 大一碗 超級大碗 好吃 好的 終於吃到大家非常推薦的花系 焢肉飯 喔 它的焢肉一夾就 我的天啊 喔 好好吃喔 它的肥肉入口是花 它旁邊有點酸菜 可以就是中和一下 這邊一樣可以選肥瘦度啦 現在你喜歡中和呢 還是就是瘦一點 都可以 飯也是屬於那種粒粒分別的那種 肥瘦一起吃 最好吃 好的 終於吃到最後一家的文章陽春麵 也是非常非常多人推薦的一家 包括我所有的高雄朋友都很推薦 然後呢 這一碗是乾的麻醬的陽春麵 一上桌就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他說要先點滷菜之後呢 滷菜上了之後 老闆會過來問你說要什麼麵 也可以不點滷菜 也可以不點滷菜 好 它麵是屬於細的那種 然後 蠻有嚼勁的 然後不會到太鹹 不是那種很重口味的那種 醬給蠻多的 每一口都有味道 也不是屬於那種一吃 你會覺得 也太好吃了吧 那種 但絕對是可以一口接一口 或是你每天中午吃 真的不會吃膩的那種 直接吃完耶 真的好好吃喔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高雄爆吃之旅 真的是還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我以後可以常常去高雄 真的就是會想念那些美食 那這次呢 陪伴我 記錄整個高雄美食之旅的 就是這一台 Sony EV1 這一台呢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關注 然後我這次呢 用了大概一個多月 我老實說我真的蠻喜歡的耶 光是它非常輕便 我就要為它加非常多分 因為我自己常常就是拿我之前的相機 都還蠻大台的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相機桶都很大台 然後就覺得帶出去有時候很麻煩 所以呢 我就會考慮說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拍 要拍我才帶 可是這台超輕便 體積又很小 所以我80%的包包都可以放下它 超級小 比我臉還小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10集 就可以感受到那個驚訝程度 所以就變成說 我很願意帶我的相機出門 也很願意拿其他來拍攝 所以就變成說我的畫面可能會很多啊 然後呢 內容也會更豐富這樣 那除了輕巧之外呢 前面提到有非常多的功能 像是景深啊 或是商品展示功能啊 或是State Shop 積極的穩定模式啊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實用 它就是一台專為拍影片誕生的相機 而且呢 這台雖然看起來很小 但它真的功能很多 Sony有的 它都有 像是可以用行充來充電 這一點我真的是非常喜歡 有時候你可能在旅遊 有時候等車啊 或是一些空閒時間啊 你會怕相機沒電 但是一路忘記在電池 不就G掉了嗎 但 它可以用行充充電 然後再來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用Wi-Fi 傳相片啊 影片到手機裡 利用App就可以輕鬆 把高畫質的相片影片傳到手機裡 立刻就可以做分享 我覺得這點也是我非常喜歡Sony的原因 因為就隨時隨地都可以拿到漂亮的照片 有時候你當下拍完就是很想要馬上分享給大家 或是馬上上傳IG 馬上上傳粉專嘛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也是讓我就是一直很愛Sony的原因 真的很慘 總之呢 這台就是非常方便非常輕便 但又非常實用的一台相機 假如呢你是最近想要入手一台相機來拍影片 或是你是從手機拍影片想轉換成相機拍影片 那相信我這一台你絕對不會後悔 你還會非常難 因為我現在已經被他就是整個俘虜了 我現在每天出門就會帶著他去拍我的Vlog 或是一些紀錄 或是一些有主題的影片也都會 這台真的很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隨便記得做我的IG喔 我也把所有資訊放在資訊欄裡面 一定要記得點開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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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